Hello,大家好 前几期的视频有一次我给大家录制了 我汇总了海外14个免费域名 于是就有网友在我视频下方留言说 我缺的是域名吗 我缺的是VPS OK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注册一次就可以免费用一年的VPS 它叫Atlantic Atlantic这个主机商它是从1996年就开始运营了的 但是始终不温不火 以至于很少人知道它才有一年免费的服务器 配置是一盒两G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那首先呢在这儿点击一下Atlantic的官网 然后我找一个邮箱 在它的官网呢我们直接点击一下注册 这个注册页面呢非常简单 我们在这里填入邮箱 然后在这儿设置密码 然后进行人机身份验证 然后就点击Sign Up进行注册 那紧接着我们的邮箱会收到一封邮件 在这儿 然后这一封邮件呢我们直接可以点击这里进行一下验证 这个步骤就很关键 我们翻译一下 这里说正在进行注册 然后需要我们更新付款方式 有15美元的信用额度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里 账单的地址 我在博客当中已经讲了 这个页面呢它非常关键 就是填写的信息要真实地址和优边 需要和我们现在所用的IP相符 也就是在这个页面 填写名姓街道地址城市 然后国家的话 选择美国的话 它注册通过率是比较高的 然后下边是信用卡 这里它也支持借记卡 这里边有VSA万事达 这是运通和discover 填入卡号有效期和教验码 然后点击我同意 点击验证 当然它还可以用备保验证 这里的备保呢 最低是付10美元 然后我注册了一次 用10美元没有成功 建议大家多选择一点 例如50或者是100 这笔钱呢 它会在24小时之内退还到你的账户 如果你用信用卡的话 验证的费用是0.55 但是退款的时间比较慢 如果你看我的视频 你还没有信用卡的话 可以翻看一下我以前发布的视频 就是最常用的几张信用卡 然后勾选统一协议 点击验证以后呢 需要等到20分钟左右 有可能几分钟 也有可能是一个小时 然后你会接到第二封邮件 第二封邮件会告诉你是成功还是失败 如果失败了的话 你可以联系一下官方 诚恳地说出你想试用免费的机器 然后等待一下官方的回复 如果是成功了 那么你将来到下一个页面 我在这里呢 用的是一个无痕窗口 我找到一个账号登录一下 如果你的账号验证成功了 点击这里登录 输入你的邮箱 输入你的邮箱 然后是密码 还要进行验证 我的这个账号 有保护 稍等一下 好了 这就是我们注册成功以后 第一次登录所看到的页面 这里面说免费试用的账户 可以试用G3.2和G2.1一年 然后还有50G的快照 这没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 试用云服务器 G3.2和G2.1 在这儿 首先我们要添加一个服务器的名称 例如 然后这个系统我们选择一下 这里是地区 有美国五个机房 一个英国和一个加拿大 这里我们直接点击一年 G3.2它是一盒两G 9块一个月 然后我们没有看到G2.1呢 可能是这个机房不支持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没有找到G2.1这个套餐 在这里 G2.1在这里 它是灰色 应该是无货 那么我们暂时只能选择G3.2 也就是一盒两G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添加一个密钥 我们点击一下这里 添加一个密钥 添加公钥 就是把准备好的公钥添加进去 可以了 我的名字起名就叫Key 然后这里是付费的 20%那就是一个月要1块8 所以我们不选它 倒是可以免费增加16个IPv6 这个可以勾选 然后我们建立服务器 OK 它现在给到的信息 已经有了 这里是IPv4一个 IPv6它暂时的给了一个 然后这里是用户名和密码 接下来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如果你是用信用卡注册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在注册成功以后 然后把信用卡 那个一键锁卡锁住 肯定不会造成扣费 当然了 这个机器只能免费用一年 大家在用到11个月多的时候 要把这个机器删除 以免日后造成扣费 看样子它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先评一下试试 好了可以评通了 北美的话延时还算可以 国内的话 200多300多 你作为练习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就用客户端来连接一下试试 复制密码的时候尽量不要有空格 看来可以了 好连接成功 好了 这就是我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然后在我的文章当中 我讲的是比较详细的 例如说要使用的代理IP或者是账单的填写 另外就是这台VPS它的提供商是Atlantic 应该说没有什么限制 它的流量是3个T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前面我说过的就是缺VPS的这位网友 请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